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球队一个月的视频播放量是之前六个月的视频播放量的两倍 不得不让人惊叹 这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很显然 这一切都源自于C罗的全会 C罗的到来为油文图斯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直接利益和潜在价值 是平波放量的提升 也是因为球迷想看葡萄人会在多林有什么样的表现 尽管C罗已经33岁 他的个人魅力确是有增无解 一方面 他的自贷上一粉丝 都随着他从黄马来到了油文 另一方面 许多球迷在世界杯上 为他的表现所折服 慢慢成为一名罗米 如果说C罗24小时内销售50万件球衣备受质疑 那么他一天为油文 带来150万的粉丝可是有据可查的 C罗的号召力 商业价值和吸粉能力 真的是超乎想象 或许 像个赛季开始 能够在世界主台始终引起球迷关注 的不再是戏甲双雄 而是一个油文 一个巴萨 C罗走后 黄马的关注度明显不如以前 那些高管们此刻想必无味杂成吧 就问黄马 卖掉C罗后悔吗 看到眼前这样的一幕目不眼馋 那是在骗自己 该项目上 有了已是世界最佳 其他球队羡慕吧